准备做午饭 这里你们最好买嫩豆腐 不要买老的 老的炒一下是不容易入味的 这里就稍微有一点点的黄就翻面 因为铁锅刚刚煎了豆腐 相当于预热了 并且充分的吃了油 所以这里直接就到五花肉 我比较喜欢吃这种煸的干干的 生姜蒜干辣椒 还是一个最小火 让它多炒一会儿 然后倒这个包菜 稍微的翻炒几下 稍微煮的有一点软的红薯粉条 然后就是豆腐 这个粉条你家里面有什么就放什么 因为我这个不是老豆腐嘛 它就不容易入味 所以我放了一点盐 加了一点水 就一直保持一个中火翻炒 又差不多炒了个两分钟左右 先调一个最小火 再从锅边淋生抽 如果你只是想用醋来增香 而又不喜欢这个酸味 那这里你可以跟我一样 继续保持一个最小火翻炒 把它的酸味给挥发掉 这样做出来就没有酸味 但是会增加口感 会很好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